我們不要這樣算了 不能這樣子算了 拜託你去施展的可愛去求他 我們去求他 如果他要我跟他跪 我願意問他跪一下 我願意在眾人面前跟他跪一下 只要他肯讓我上台 在選職員黃書眉孔北英主席霸凌 現場勵崩不能這樣算了 我也想請教育先生 教育很噁心 我看了就想吐 你在演幾歲啊 你以為你幾歲啊 這樣子的語言 能夠讓這個演員 往自信溫暖又包容的 這個角色方向走嗎 女星黃書眉2011年 以天橋上的魔術師 改麻一早 提名第56屆 金鐘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飾演過影集查金的穿衣 以及人選之人 遭浪者公正黨黨工 我只是給你建議 大目強勢啊 講一句話就跳起來 15號他先發完坦言 去年報名演員工作方式 遭到授課老師霸凌 22號勇敢公開霸凌者 就是台北電影节主席 易志妍 並說本人已做好 被業界封殺的準備 三千字常文中 黃書眉字鋪被指導老師羞辱 嘲笑 你的表演讓我想吐 刮糊 搭配呕吐的表情 你是在演幾歲啊 太噁心了 但他擔心影響對手演出 只能繼續前往排練 吃雙倍的抗焦慮 要完成演出 我們如果沒有上台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 因為表現不好 所以不能上台的演員 我們不要這樣算了 不能這樣子算了 你們可以去問我的對手演員 我當時真的是跟他說 拜託你去施展的可愛 去求他 我們去求他 如果他要我跟他跪 我願意為他跪下 我願意在眾人面前 跟他跪下 只要他肯讓我上台 演得好 演得爛 大家有公平 我不會變成一個 因為表現不好 而不能上台的演員 黃書梅也放上藥和照片 透露自己開始失眠 看身心科 短短五天就瘦了五公斤 至今還是會害怕 聽到原子筆的咔咔聲 因為該位表演老師 在課堂上 會不斷壓原子筆 在我表演課裡面 大概可以上到的幾個東西 就是專屬力 信任感 對表演的信仰 主要是我要跟他們溝通 我認為好的表演會是什麼 但是因為我信任他 我願意交出去 給他傷害的機會 但是他竟然就真的這麼的 於去於求 而且肆不忌憚 所以為什麼表演裡頭 會有性侵害 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 他們都以為他們在為表演心聲 沒有 表演沒有那麼偉大 由於北影有聘請攝影師 在工作坊排練現場 全程錄影 也因為被霸凌的演員同學 不只他藝人 不派出循司法途徑 提出聯合訴訟 黃書美希望北影公開錄影檔 不要以將進入司法程序 不對外說明的理由進行規避 而她預計今晚將出席 北影的開幕活動 其料6月12號回填出席表單 至今仍未收到回覆入場的電子票券 因此懷疑自己已被業界封殺 沒關係了 我未來的人生與工作 不論好與壞 反正牙一咬就過了 我不想成為像她那樣的大人 我很想請問 特別是以前你們的專業素養 你們什麼時候會評 你現在是看當表演老師的 事後一致演說 對黃書美的評語完全針對角色 而不是她個人 當時表演班已經上了6周 黃書美在詮緒時 卻把一個30歲左右的女主角 演成天真無邪 情跳的蘿莉 放向整個錯誤 業界都知道我很兇 要求也高 但我從不欺負人 也第一次聽說我霸凌人 後來黃書美沒有出現時 一致演跟她的對手曾紹宗溝通 如果太離譜 我可能不會讓你們上台 因為兩人整體表現不對 其實是種傷害 至於黃書美擔心的被封殺 一致演回應 她不必多慮 我跟業界很遙遠 要不要提出訴訟 也是她的權利 一個嚴格的老師 跟一個老師在進行霸凌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我相信這個是 一般人都有辦法判斷 但是如果師徒這樣持續下去的話 如果真的不信走入司法程序 在人格罰義權 還有在精神損害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有打過台灣的勝訴手力 我知道我可能有多少勝算 對於黃書美的爆料 另由北藝的學弟取之以鼻 反抗黃書美在校時期 組成霸凌四人幫 對不願對其縫音拍馬屁的學弟妹們 行言語霸凌羞辱 舞台打壓與體罰之時 搭著MeToo風潮 用被霸凌者的弱者姿態 去換一波淚水與流量 更妄想得到未來演藝路上的支持 根本是對被霸凌者的再一次霸凌 而關於被爆出曾經身為霸凌者 黃書美則表示 只要從方法演技 Medic Acting的脈絡去剖析 說明需要時間 你給翻一翻